我认为所有的女性最好是有两个角色 一个就是自己追求事业的角色 另外还是要有一份妈妈的角色 这样的角色冲突怎么办呢 我就是失败者 我的冲突就是我没有做好一个好的母亲 我希望我在死的那刹那 不是在回忆中 我希望我死的那刹那 还是在激情中 角色里 对 因为那是我唯一的快乐 您公司体量有多大 公司30多人吧 这个营收一年过签了肯定 那是肯定过了 好的时候也到Arnold开头了 那您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女强人了 应该是 其实我是一个从小被收养的一个人 71年出生在安徽 一岁多收养到新疆去的 我的养父是个军人 这种固执的这种性格 在家我母亲没有生育 在那个年代 没有孩子一定是女方的事情 我的养母又是一个特别特别贤惠的一个女性 以前做过老师 后面做会计 妈妈给我原生家庭里面就是容忍 就是熬也熬下去 但是骨子里特别要强 就什么东西都靠刺激 不求别人 所以这种家庭的苛责化 可能让我骨子里有自卑 有特别的敏感 就很想去得到所有人的这种喜欢 我上班很早 我16岁就上班了 我那个时候刚开始是轮派工 女生值八轮的 对 但是没干多久 刚好我们那有三餐 就是个龙头酒家 我就开始进入到服务行业 这一干 36年就没有离开过 我一去的时候 刚开始是在服务台工作 所以干到10年 一直都是干到最后被别人收购 我们就全部下岗了 这是到了97年了 那您那会儿也是27、28岁了 对 刚刚结完婚 正在冲击的时候 有了小孩就下岗了 对我来说 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打击 我那时候刚生完小孩 小孩就是说先年心脏病 说活不过一个月 那个时候的是手术费就4万块钱 96年 对我来说的话 4万块钱也是天文数字 我那时候一月的工资 还不到1000块钱 所以就是都是问朋友去借的 记得特别清楚 孩子在第47天的时候 医生已经告诉我说 我们医生是永远不可能 去结束一个孩子生命的 我们现在有两个决定 是要由你来做的 这个小孩现在一直都是 心脏起泊器带动了 就是47天在那个监控室里头 如果说你要让孩子活下去 你再转一个科室 把室外的心脏起泊器 离到室内 然后呢 让他跟他的身体 来帮助他跳动 你们家的小孩是 每到7年就要换一个心脏起泊器 只有这样子才能下去 那个时候我听完就 特别特别的难受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们那个医院后面 有一个小树林 爬到那个树林呢 自己把自己头发 怎么拔掉的一座 我都不知道 但是我还是 编了一份狠心 我不是不爱他 是我不想让他受罪 因为他 7岁就要换一次 心脏手术 这一辈子不能走 不能跳 我觉得这份罪 可能让他一直承受下去 是很难的 在该准备都准备的时候 就跟医生一个要求 就是我能不能最后陪陪他 因为这47天 我都是在监控室看他 我看到他那张眼睛 在门口看我的时候 是那样子横横的 在那种就是那种 躺在床上 因为他全身擦的管子嘛 就是不哭也不闹 我那一刹那 我觉得他不是10个月 我觉得他可能10岁 他可能就很多岁数 就是他有灵魂 他有横移 然后那个医生就说 那你就进去陪陪他吧 然后我就给我女儿 写了一份信 我就想告诉他就是 我真的很爱他 真的很爱 今天结束他的生命 也不是因为不爱他 是希望他不受罪 到后来那份信读了一晚上 然后到了早晨6点多的时候 就是那个心脏起泊器 一个红灯一个绿灯 一个代表是心脏起泊器 在跳动 然后他就开始断了 就变成另外一个颜色 就开始跳动了 就是当这两个一跳动的时候 我当时第一下的意识 就想的是回光返照 就觉得他是不是要走了 我就特别紧张去找护士 那个护士就说还没上班呢 再等一会儿 医生还没有来 我在那个小时的时候 就是那种胶着感 着急的都不行 大概快到天亮 差不多7点多 快8点左右的样子了 那个医生就把我 就叫出去了 我们家所有的人都来了 因为也都知道 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 大家都清楚备好了 那个医生 发生了一会儿的地方 就是会儿的地址 在这一转发生了 就是会儿子的地址 都沟通了 哪儿像的地址 都沟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整整都是14个小时都在店里面 真的是挺对不起家庭的 那会儿孩子多大了 几岁 那会儿都七岁少小 然后您跟您那会儿的丈夫也分开了 对 也分开了 都是童年 我爸爸去世和我单亲是童年 这个分开有工作上的原因吗 因为挺穷 怎么讲这话呢 因为要还账 你自己就是必须工作很忙碌 所以你就对家庭的自己做妻子的角色就会少一些 那么就会自然而然就奔放了家庭中间的一些 对 往往这个时候要看对方 有些男生可能就很难容忍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之间不是容忍不容忍的问题 主要是他是比较住宿生活的 因为我前面打工就几乎都在工作岗位上 把话也都在外面说完了 回到讲话很少 我现在来说就挺自责的 给家庭付出的特别少 我上次听说还是信息有无 您身体状态 对 我身体不是很好 20年就是检查出来的 医生盼了三个恶行的 当时三个其实都是一试恶了 让我到医院里面再去审查一遍 但是我没有去 我自己偷偷哭了一场 哭完之后我就放弃了 就跟你刚才说的 你说人一生活着是什么 我现在还没到总结的时候 因为我觉得所有总结的时候 是自己不能动 躺在床上的时候才叫总结 现在还是有使命的时候 越往后创业 我越觉得我自己有责任的 您想要的是什么呢 我希望我在死的那刹那 不是在回忆中 我希望我死的那刹那 还是在激情中 角色里 对 因为那是我唯一的快乐了 年过半百回头来看 您会觉得给今天的职场女性 二三十岁 玲玲是会怎么建议的 我想说如果你赋予了 你身边人母女关系 母子关系 或者你是儿女关系 我觉得还是要留出时间 去跟他们融合在一起 真的去平衡自己的生活 这算人生的总账是划不来的 划不来的 我觉得人这一辈子一定要有家庭 因为有了家庭 你才会感受到什么叫妈妈的伟大 我觉得我这一生 所有的幸福感是来自母亲 无论多晚了 那晚还有一盏灯 无论你多累了 哪怕你会挑剔 你怎么又把头发放到面里头了 但是那是你最靠靠的一把蛋菜 我觉得母亲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 社会沿袭的一个直脉 她有了家庭 她有了爱的人 所以她才会有孩子 才会跟她家常里面 过碗瓢盆的一种存在 到最后有了我们现在 我认为所有的女性 最好只有两个角色 一个就是自己追求事业的角色 另外还是要有一份妈妈的角色 这两个角色冲突怎么办呢 我就是失败者 我的冲突就是 我没有做好一个好的母亲 因为我看过女儿 写的一部小说 就是写的和我的关系 我记得特别真实 写的挺赤裸裸的 我觉得在那一刹那 我觉醒了 我突然才发现原来 自己在别人生命中是多么重要 我突然再回过头来 再看我母亲在我生活中 很重要很重要的时候 我才发现我在我女儿 生活中很重要的那个角色 我在被我的工作 被我的忙碌 被我的借口给缺失了 如果回头再来一遍 对 一定不是这个剧本 不会 我会在我追求工作的时候 我会好好去享受 母亲这个角色 它是一种享受 不是一个负担 不是 是享受 就是我觉得所有的角色 当你认为是负担的时候 是因为你没有分配好你的时间 没有分配好你的认知 我妈妈当然现在不在了 我觉得我妈妈不在的时候 我的世界已经没了 我觉得我亡美的世界 有一半 那个幸福大事在我母亲 这辈子谁再不会过 我再突然去想 我也是我女儿的那个世界 在别人的生命中 找到自己生命存在的价值 对 你说我在她那个世界的时候 我不在了 对她是一个很重大的缺失 所以我们的生命 因为别人而重要 是因为 别人的需要而重要 对 你知道我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吗 哪儿啊 乌斯环亚 我听说过这个地方 阿根廷的一个小城 他说它是世界的尽头 我那儿就在想 就是说人生一路都在找寻 自己活着的意义 或者找寻自己的这个由来 如果走到世界尽头 我就终结了 我自己所有找寻的意义 我再回头 每一步我都是转的 那我就转到 我应该存在的意义 我应该是什么意思 我应该是在想 那就是你 那就是你